老师啊,你怎么眼睛红红呢? 嗯? 老师刚才看到凤凰周刊的一则很感人的新闻 说的是今年高考,有一位女孩 在高考完后搜到了三年前去世的外公 在去世的前三天为她做的鲜花 女孩说,外公曾经答应 在高考完会拿着鲜花来接她 据花店阿姨说 外公去订花时已经很瘦很瘦了 看出来已经病毒高光了 但却很精神 外公说,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但答应女孩的事不能食言 所以外公当时祖父花店阿姨好多次 说一定一定要把花送到女孩的手上 女孩当时并不知情 外公不让家人告诉在学校的女孩 快影响她学习 女孩妈妈说 爱她的外公会以各种方式来参加女孩人生的重要时刻 热心的网友说 爱你的人 跨越千山万水 阴阳两界也依然爱你 如今 这束鲜花承载着女孩外公的爱 跨越时空送到了女孩手上 这一幕让人内奔 这是外公教女孩的最后一刻 也补上了高考最重要的一刻 有不失心的爱 孩子外公不失心 卖花阿姨不付托 因为一个承诺 把花店又坚持了三年 才让这个三年之约如愿泥藏 一落千金 不仅是在亲人之间 也可能是在熟人 甚至陌生人之间 成为一个坚固的情感纽带 所以 即便这位外公去世了三年 他对女孩的爱 也能依然延续着 对此 屏幕前的林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这里讨论 我会查一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